那天阳光明媚 非洲丛林格外醒目 出租车上 意大利人切科不停抱怨这车太破 价格还死贵 司机说 这车三十年来 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结果下一秒就坏在半路 对方劝他别灰心 你看今天天气都好 要不我们走着去 一砖研两人躲在大树下避雨 他又问这是哪 独奶司机说 我们正身处野人族领地 但这个地方是不太好 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不会出现 话音刚落 草丛里钻出一大堆照信 将他们带回部落 首领说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 凡是踏进这里的人 都要讲述自己的生平 如果是好人 就放他过去 如果是坏人 就丢进身后的火堆 但不能说谎 因为首领是一个萨满 能够看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性命攸关 切科不敢怠慢 开始围着篝火 讲述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 老师问同学们长大后的梦想 有的回答音乐家 有的想做兽医 只有切科非常实际地说到 我想做铁饭碗的工作 因为他的老爸 就是一名公务员 经常带他出入政府单位 里面有漂亮的办公室 那些叔叔们 每天打牌看报 阿姨姐姐们摘菜聊天 这样他领略到了 体制内的好处 从此 心中埋下了一枚公务员的种子 从那以后 切科头悬梁追刺鼓 拼命练习盖章 终于小不点长大了 并在一员表舅的安排下 如愿地进入到体制内 工作的单位就在家对面 每天12点左右 踩着单车一蹬 就开始上班 他的工作就是盖章 给狩猎的人颁发许可证 而为了能够取得许可 街坊邻居通常都会一死一死 切科认为 这并不是行贿 只是人们为了对他表示感谢 顺手带来的土特产罢了 没想到这一概就是15年 在家里 饮食起居 由老妈负责 每天扮演五星级服务员 伺候他 而老爸靠着丰厚的退休金 负责家里的一切开销 这还没完 他还拥有极其殷勤的女朋友 和准岳父岳母 每天围着他团团转 对他言听计从 毕竟 如果能够嫁给公务员 就代表后半生衣食无忧 但长久以来 纳税人对这帮 失位素餐的大爷心有不满 于是 内政部长为了缓解舆论压力 决定实施 大刀阔斧的改革 精简人员和机构 这时候切科还满不在意 说我们可是铁饭碗 不用担心 即使当红头文件 下达到单位时 他还满不在乎 认为自己 不可能是那个倒霉蛋 文件上面规定 30年工龄以上的老员工 要留下 需要养家糊口的 已婚人士要留下 其次 身体有残疾 或亲人有残疾的 要留下 最后 切科所在的单位 居然只有他一个人 成为幸运儿 他回家忍不住抱怨父母 你们为什么不是残疾呢 不过 机智的他 立马想到一条妙计 那就是大费周章 向女朋友求婚 但领导说 你别忙活了 结婚 只有在改革方案 颁布之前才有效 现在为时已晚 一连沮丧的切科 收回戒指 带着被浇冷水的女友 去路边摊吃汉堡 当讲到这里 野人们对他的渣男本质 进行了强烈谴责 但并非他冷漠无情 因为女友根本不爱他 爱的只是那份铁饭碗工作 无计可食的切科 不得不类别心爱的办公室 分发自己多年来 珍藏的土特产 在前往罗马报道那天 所有人都来为他送行 然而他前脚刚走 一名残疾同事 就勾搭上女友 而准岳母得知切科 可能被劝辞后 让他不要再打电话来 然后像之前对待他那样 对待那名同事 即使身体有残疾 也毫不在意 更让切科没想到的是 所谓的岗位调整 其实是政府裁员的幌子 他们提供新岗位 都在偏远地方 条件艰苦福利又少 如果被调整的公务员受不了 就可以选择辞职 然后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 但切科对那些白花花的支票 根本不动心 坚定的不肯放弃 手中的铁饭碗工作 他的钉字户精神 让负责裁员的丽雅 颇为头疼 便决定将它发配到 偏远的地方去体验一下 好让他知难而退 乖乖在离枝书上签字 然而无论是偏远的苏萨谷 还是饱受同僚排挤的萨丁岛 再或者是最混乱的边境地区 不管条件是多么的恶劣 工作多么艰苦 切科都欣然接受 并活得有滋有味 还连连跟亲朋好友说 自己过得很好 丽雅在人事方面 的确是一把好手 如果这次能够裁掉 名单上的所有人 职位将更上一层楼 只是没想到 遇见切科这朵奇葩 即使将补偿金提高到五万 他还是油烟不尽 是要将公务员的牢底坐穿 丽雅脸都气绿了 当即使出最后一个超级大招 这几天一辆直升机 掠过白雪矮矮的北极圈 这里天寒地冻 风雪漫漫 前六个月是急昼 后六个月是急夜 刚来的切科的确有点受不了 在电话里向老妈哭诉 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他的工作是替换之前的同事 保护这里的科研人员 防止遭到北极熊袭击 面对漫天风雪和危险的工作 他立刻找到心理医生 希望开个病假回到意大利 但下一秒一位短发女孩走进一屋室 他叫雷雷 是一名环境保护志愿者 富有爱心 内心善良 一下子就闯进切科的新房 他瞬间调到意大利人的爱情模式 当即决定不走了 并跟着雷雷浪迹北极圈 取样时 雷雷提醒他要注意背后 以防北极熊偷袭 他却醉得不知归路 痴痴看着对方的后背 果然 爱情的力量真是神奇 将这里从地狱变为天堂 一切都变得富有诗意 丽雅本以为 切科受不了冰天雪地 就会返回意大利签字 可当他稳操胜券地打去电话 切科乐不思蜀 笑着说挺好的 日子久了 雷雷对切科产生好感 主动邀请他走进自己的生活 两人乘坐轮渡 欣赏着挪威的海阔天空 一起来到他的美丽家乡 而雷雷作为一名精神白富美 足迹遍布世界 你看 这是我在非洲结交的男朋友 我们有一个黑人儿子 你又看 这是我在菲律宾结交的男朋友 我们有一个亚裔女儿 你再看 这是我在挪威的男朋友 我们有一个金发儿子 最后 这是我的恋人卡罗拉 我和他目前还没有孩子 切科的内心无味杂陈 没想到女神对全人类如此不爱 吃饭时 当孩子们得知他38岁没有结婚 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时 笑到不能自已 觉得他很奇怪 而在送孩子们上学途中 前方绿灯亮起 切科忍不住按喇叭催促前车 在足球比赛时 他让黑人小孩假摔 从而制造点球机会 但对方却告诉他 这是不对的 违反了体育精神 回家途中 绿灯再次亮起 累累让他不要按喇叭催促 话音刚落 前车很快开走 切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那般兴奋 原来这里跟意大利不一样 人们讲求文明和素养 到处都洋溢着一股文明气息 切科如同醍醐灌顶 原来自己真的很奇怪 他当即决定 是时候改变骨子里 意大利人的不文明基因 他先从最简单的垃圾分类开始 又或者花费半天时间去银行 就为了练习文明排队 而在家里 还应该家务平等分工 甚至将累累的儿女们当作亲生孩子照顾 渐渐的 切科开始爱上挪威 而他和累累的爱情种子 也终于生根发芽 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两人游历挪威的水天一色 看着海鸥比翼双飞 但很快有人发现 切科除1600欧的基本工资外 还有900欧的出差补贴 以及1200欧的保险补贴 这比之前盖章的工资还高 简直是在公费旅游 这则消息很快登上报纸 曾经提出改革的内政部长 被批浪费公共资源 他对着丽雅大发脾气 如果不能裁掉切科 那你也滚蛋吧 丽雅被逼无奈 拿着一张6万欧元的支票 跑到北极与切科对质 如果不签离职书 他将调回意大利 与累累听各一方 切科使出杀手锏 充分利用公务员的福利 请了三个月假 丽雅也无可奈何 只好挥溜溜走了 随着在挪威生活越来越久 切科已经得到彻底进化 于是当父母赶来看他时 他留着一撮山羊湖 混在那些无法辨别的挪威脸中 他告诉父母 自己决定留在挪威 当老妈看到儿子成为接盘侠 还成为一个家庭妇男 一时间难以接受 竟暗暗抹泪 在告别父母后 急昼开始到来 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整整六个月都处在黑暗中 见不到一丝光明 切科变得有些抑郁 怀念起意大利的白天和阳光 夜晚 一家人其乐融融看着电视 当看到一对意大利组合 时隔多年再次同他演出时 他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召唤 思乡之情灌满脑海 一发不可收拾 而在超市购物时 这里的樱桃居然标价18欧元 那一瞬间 他好怀念在意大利盖章时 别人将一箩筐樱桃 砸在他办公桌上的日子 渐渐的 切科开始受不了这种 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 开始恢复到以前的本性 在超市里公然插队 等红绿灯时不断的按喇叭催促 还兴奋的说 意大利人就该这样做 他带着蕾蕾去吃意大利面 因为厨师做的不正宗 就拆别人的招牌 那晚 他突然对蕾蕾说 我们回意大利吧 第二天 一架挪威航班直冲云霄 朝着远方的意大利飞去 丽雅得之后 肺都气炸了 这一次 他将切科弄到西西里的林业部门 去收缴当地黑手党头目 饲养的虎狼尸豹 谁知切科命真大 那些黑手党头目 被他制服得服服帖帖 还没有被动物吃掉 不仅如此 他还物尽其用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建立了一个动物园 向游客开放赚取门票 长久以来 蕾蕾一直在努力融入意大利 但他无法适应这里的不文明 而他的孩子们 也因为肤色遭到歧视 饱受压迫和欺辱 这使得两人之间很难磨合 问题越来越多 很快 当地政府出现财政危机 单方面切断动物园的资助 这件事成为两人的导火索 蕾蕾向他抛出一个世纪性难题 你是要铁饭碗 还是要我 切科毫不犹豫 站在家庭这边 两人准备远走高飞 然而首领一眼 就看出他在撒谎 命令手下将他丢到火堆里 随着谎言被拆穿 他才说出 自己在工作与家庭间 最后选择铁饭碗的事情 野人们对他抛家弃子非常愤怒 但切科辩解到 你们无法体会公务员的快乐 不仅福利好 工作轻松 偶尔还能捞点土特产 但从蕾蕾离开后 切科备受煎熬 仿佛内心缺失了重要的一角 为此他染上酗酒 想借此忘掉一切 这时 丽亚迫于切科这个障碍 无法升职 便农庄艳国找到他 不惜以出卖身体的代价 让他签字 但切科 时刻保持着头脑清晰 不为金钱和美色诱惑 丽亚彻底绝望 不久后 内政部长宣布 改革圆满结束 然而实际情况是 一份新的调令 送到切科手中 让他重回以前盖章的单位 还是那间熟悉的办公室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以前的同事 但切科还是感觉少了一些东西 心里越来越不得劲 当他看到天空的鸟儿 自由在飞翔时 终于知道 自己失去了什么 他用手机联系到一个人 嘿刘姐 给我带一点会飞的土特产来 原来 缺少的是捞油水 这时雷雷主动打来电话 说自己在非洲 已经怀有身孕 这就是切科来这里的目的 再有几个小时 他就要当爸爸了 希望能放自己离开 首领说 你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你的人生真可悲 但有一个孩子 或许能够改变你 于是 在野人族的欢送下 切科来到雷雷所在的医院 他的女儿很漂亮 就像抱着一个小天使 肃软到爱不释手 然而 非洲的医疗条件有限 在缺小疫苗的情况下 孩子们感染疾病的风险非常高 切科放眼望去 皆是疾苦 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 在自己的生命里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动摇 正是因为 见识过挪威的昼日昼夜 自由的雄狮 雪地里的北极雄 他打给 正在药店拿异域药的丽亚 声称自己愿意签字 丽亚二话不说 直奔非洲 耗时几个月的拉锯战 切科终于在辞职文件上签下大名 不久后 这些钱全部用来买疫苗 使得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 而切科和雷雷也决定留在非洲 用博爱去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我去哪儿 由热纳罗努加德知道 一上映 便创造2016年 意大利票房冠军奇迹 他不仅深度自黑意大利 还将体制内的黑暗 暴露在光明下 曾几何时 铁饭碗的确是人一生中 最梦寐以求的工作 他不仅收入稳定 关系网广泛 福利制度也好 社会地位高 只是一成不变的日子 逐渐在磨灭我们 向内和向外的野心 正所谓 生是见识 而不是活着 但我们也不要去否定那些 立志将铁饭碗 作为终身事业的人们 毕竟每个人 都有适合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都有独一无二的梦想 与追求 只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苦难与挫折 只要足够坚定自己的内心与准则 以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 热情勇敢的态度 去迎接每一个 透露其来的惊喜与意外 当你经历这些 无论结局如何 至少你一直是在前进 领悟了以前从未拥有的思想 你变得不再抱怨 不再愤怒 不再对某些东西产生执念 到那时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才发现人间的四月花 是那么的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